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三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市政有关消息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 在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举行了二零二二年春节团拜会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都出席 会议由李克强主持并由习近平发表讲话 根据来自新华社的报道 习近平总结二零二一年成就 说隆重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 做出第三个历史决议 他特别说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中国保持世界领先 同时又强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 改革有新步伐 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 国防军队有力拓展 他特别说香港实现游乱转治 反毒促统斗争不断加强 又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续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成效显著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 他说现在是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 形势复杂 取得的成绩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豪情和信心 习近平随即对二零二二年下半年进行预展 他表示党即将召开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最后说北京冬奥冬残奥即将开幕 中国人民已经做好准备 据来自新华社的报道 现场还有党政军各部门和北京市的负责人 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五党派人士代表 离退休老同志代表 著名专家学者和首都各界人士代表等 值得注意的是 在现场画面中可以看到孟建柱身形受削 出席春节团拜会 此前由于他与孙力军的关系 以及他是否在提拔孙力军方面承担责任 孟建柱的仕途命运广泛引起外界猜测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疫情有关的消息 在一月三十日 北京召开第二百八十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负责人指出在高官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 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十二例均来自管控人员 其中有一位感染者经过八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而后确诊引起外界广泛关注 发言人介绍截止一月三十日当地时间十六时 丰台区玉泉营街道万柳园社区 丰台区新村街道以海花园社区 丰台区玉泉街道黄土港村 即日起被定为高风险地区 目前北京有高风险地区三个 中风险地区七个 除了北京之外 杭州近期的疫情也引起外界关注 一月三十日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在防控发布会上表示 截止目前杭州集中隔离人员已超过三万 而此前浙江省政府召开疫情防控会议 对杭州设议重点人员跨市转运隔离工作进行部署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春节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相关报道 在三十日上午有上海网友反映上海地铁乘车二维码突然变红了 坐地铁看到红马被吓坏的不会只有我吧 有一位姓张的市民发现乘坐地铁时二维码变红了 随即发了微博表示被吓坏了 而网友纷纷附和说我也是吓得瞬间清醒 有网友向上海地铁方面询问 请问是春节期间地铁马变成红色吗 看到朋友圈大家都在晒红色地铁马跟健康马有关系吗 而上海地铁官方微博号则对此回应 说尊敬的乘客为了迎接虎年到来 营造传统佳节喜庆氛围 我们在一月三十日对于新春中国红主题二维码开展试点上线工作 已经在试点恢复至原先版本的颜色了 对此给你带来的不便深感抱歉 而后长车二维码已恢复黑色原版颜色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二十九日 在德克萨斯州举办一场集会 他声称如果二零二四年竞选总统并当选 将赦免国会大厦暴乱而被控刑事罪的人 他当时说如果我参选并当选 我会公平对待参与一月六日活动的人 如果需要赦免就会赦免他们 并说他们受到了如此不公平的对待 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 数以万计川普支持者袭击国会大厦 这是一八一二年以来对国会造成最严重的袭击损害 骚乱导致几十名警察受伤 甚至有一人牺牲 目前有超过七百人被指控参与袭击 韩川普总统本人在内的人正在接受国会针对此时的调查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香港有关的消息 此前华尔街网报为您介绍 何君尧称倡导与病毒共存的专家 应该以香港国安法论处 香港政府在今天早些时候发文告表示 讨论清零有效性不违反香港国安法 简直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日前表示 如果有专家推动与病毒共存可视为违反国安法 媒体就此事向香港政府发问 官方在今天发文回应媒体查询 说纯意见性讨论抗议清零目标有效性并不违法 当局强调动态清零是防疫抗疫 保护市民卫生安全的最有效方法 同时说全球疫情十分严峻 香港必须以最快手段切断传播链 达至动态清零的目标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何君尧此前说 西方国家选择躺平与病毒共存是不负责任的 任由病毒传播等于发起生物战 如果与专家推动 与病毒共存可被视为违反国安法 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I am so excited you asked this question because I have something incredible to share because not only do we not have cardboard beds here but it's as if the Beijing organizing committee said how can we just absolutely just one up Tokyo and this is what they went with I don't know I'm in zero G mode now it's phenomenal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y 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如果喜欢 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